何继雄吓得跪地认错 哀求曹剑辽救救他 曹剑辽把何继雄扶起来后 给他洗脑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就把胆子放大一点 要干就干大事 曹剑辽假称 一个来头不小的大老板金某 愿意送给何继雄三千万元 条件就是替金某办事 如果愿意 晚上就把钱送到何继雄的家里 三千万不是一个小数字 放在任何人的眼前都会动心 何继雄当然也不例外 他知道 行贿人不是什么老板 而是曹剑辽为了收买他 他权衡了一下 如果拒绝 就凭自己的那些事 曹剑辽肯定不会放过他 如果收了钱为他办事 还会受到保护 说不定会平安无事 何继雄答应了 曹剑辽既送美女又送重金 财色贿赂下级 终于把何继雄死死地套牢 让他成为自己敛财的工具 由何继雄在一线替他办事 曹剑辽在幕后收受不义之财 就更加安全了 1999年 作为新城核心区的沙河镇 经过几年的开发 已经逐渐成为全国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一铺难求 开发商马某 将在沙河镇搞一块土地 建服装批发商城 重金请曹剑辽帮助协调 曹剑辽安排何继雄去落实 何继雄一路开绿灯 马某的商城建起来后 又送给曹剑辽十多个商铺 2000年 沙河镇政府改制后撤销 将大部分土地使用权 全部交给了沙河经济发展总公司 其中 包括位于珠江新城的九块优质流用地 这些土地 令不少地产商掩馋 2004年 一家地产老总看中了其中的一块地 找到曹剑辽 他便介绍天元地产 与沙河经济发展总公司合作 因为有何继雄 背后给他姐姐何月侠施压 合作非常成功 曹剑辽因此拿到了900万元的协调费 当年用200万元 最先搞定曹剑辽的开发商苏某 一直巩固与曹剑辽的关系 通过曹剑辽给何继雄打招呼 苏某又拿了不少地 地产越做越大 2007年 苏某的公司在香港上市 为了回报曹剑辽 苏某替曹剑辽出资1000万元 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随后 为了得到曹剑辽一如既往的关照 不断地拿到土地 2008年到2010年两年期间 苏某借给曹剑辽5000万元港币 勇于炒港股和境外投资 到了2008年 西北地珠江新城土地资源 已经没有敛财空间了 何继雄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但曹剑辽又不能过河拆桥 弃之不管 为了安全起见 曹剑辽把他带到身边 提拔何继雄担任广州市政府 下属政局级单位 广州市协作办副书记 纪委书记 曹剑辽虽然身为副市长 但分管的都是一些 没有油水可捞的穷部门 这让他想贪也没有条件贪 他被迫收手了几年后 2011年12月 他又获得重用 兼任广州增城市委书记 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三个大权集中在曹剑辽手里 这让他多年养成的野心 瞬间脱降而出 开发区开发的就是土地 作为增城开发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土地如何开发 几乎是曹剑辽一人说了算 而对于曹剑辽来说 怎么在土地上做文章捞钱 经过多年的历练 他已经老到熟成 轻车熟路 曹剑辽新一轮的贪腐又开始了 他到增城上任后 为了安全起见 又让他的昔日老将 何继雄继续充当洗钱的干将 让他冲在贪腐的最前沿 为曹剑辽大肆的敛财 何继雄为曹剑辽 揽收了上亿的赃款式 虽然自己也收获颇丰 但他感觉始终寄人篱下 受人掌控不是滋味 与其如此 不如自己也大捞几把 远走高飞 此后何继雄经常瞒着曹剑辽大肆收受钱财 只是把其中一小部分交给曹剑辽 而曹剑辽一直认为何继雄对他忠心耿耿 没有想到何继雄怀有二心 上帝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何继雄在捞取大笔资金后 秘密把这些资金转到境外的独立账户上 最终被广东的司法机关获惜 很快何继雄被揪了出来 何继雄被纪委立案调查后 小老虎被拍死 背后的大老虎曹剑辽浮出了水面 广东省纪委在对曹剑辽进行调查时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历年来 得到组织高度肯定的曹剑辽 与十一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且 收受贿赂金额特别巨大 涉案金额居然高达三亿元 创造了广东官场贪污案的记录 2014年7月11号 曹剑辽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4年8月 由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设置的廉政教育篇 纵欲之见 广州市原副市长 原曾城市委书记 曹剑辽违法违纪案剖析 详细剖析了曹剑辽的堕落过程 影片中透露 从1988年起 曹剑辽就陆续与十一名女性 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这其中 既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有公司高管 餐馆经理 网球店保健员 而且 曹剑辽出手大方 在和一个情人分手时 竟然给了对方 1700万的分手费 曹剑辽在贪腐之路上 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尽管他每一步都小心谨慎 然而 他机关算尽 最终还是应了那句老话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曹剑辽落马后 他主政多年的广州 珠江新城的村民 连续放了三天的鞭炮 以这种传统 朴素的方式 表达了危害一方的贪官 曹剑辽落马 带给他们的激动知情 历史的天空 最终书写的中 不是卑劣龌 阴谋邪恶 而是天地良心 公道正义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明天的这儿